她在信里面说 我现在把我最爱的妈妈送去香港 帮助大家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关心疫情 妈妈加油 香港加油 有香港的小朋友 给我们回信 就是没想到 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一个回忆 没想到这封信 可以起到这样子的 一个的桥梁的作用 香港的小朋友 给我们赠送 他们自己画的一些卡片 还有给我带了两份 给雨昕的 就是给我女儿的回信 那还有一个是 就是香港的小朋友 是直接寄给我女儿的 就直接寄到学校里面 可能有差不多十封信 就给雨昕的 香港的大朋友们 他们有发起了一个 香港小朋友向来港支援的祖国医护和家人之间 我支持了一个这样的网上的留言平台 就收到了还是挺多的一个点赞和回帖 各方面的一个回应我都有 有跟他有跟他视频通话 有跟他聊过 或者说把这些回信 有发回去给他看 雨昕的话他肯定是收到这些回信 他是觉得很兴奋跟很激动 包括我们全家都是我自己也是 就没有想到这么小小的一封信 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一个回应 他还是很希望能够 比如说香港的小朋友可以到广州来 他可以带香港的小朋友去游览广州 就虽然说大家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但是情感是一样的 就说这场疫情有可能会是一个纽带 将我们两地人们的一个情感联系在一起 那么希望这个疫情之后呢 我们到时将会看到香港与内地一家亲的一个行为的场面 雨昕的话呢他也是希望能够 就是疫情现在慢慢都已经放缓下来了 希望可以到时两地可以早日的通关 他也可以到香港去游玩去结交新朋友